這是詐騙集團的手法相當的 緻密 法務部調查局日前就破獲 由大型的跨境電信詐欺機房 隱身在花蓮縣的民宿當中 而且他們專門是假扮公安 來騙中國的民眾 而且為了讓被害人相信 他們還在機房內 打造了一個公安的 中國公安假辦公室 穿上了公安的制服 戴上帽子 並且持假公文來視訊 而且為了防止被認出 還運用了AI變臉 現在至少是有十幾名的中國人 受騙上當了 得手上百萬元 衝上衝下 拿起器材 破壞出入口 調查局人員鎖定目標破門而入 要裡頭的人通通趴下 不准亂動 聽到調查局來抓人 嫌犯拔腿就跑 這點戶外也有人嘛 詐騙集團包下花蓮民宿 隱身在裡頭當起詐騙機房 騙的對象居然還是中國人 看著直播畫面 倒抽一口氣 搞不清楚眼前這名女子 究竟是不是真實的那個人 韓劇爵士網紅 利用AI來換臉 而這項技術讓不消業者 動起歪腦筋 牆壁上滿滿的簡體字 詐騙機房打造出中國公安局辦公室 隱身在花蓮縣 受風箱 蔡姓主賢和林姓主賢 活同三十名嫌犯 穿起中國公安制服帽子 用身為DFAC變臉技術 拿出假的中國人民檢察院公文 和中國網友視訊 再要求對方匯款到政府監管帳戶 目前有十幾名中國人受騙 得手至少上百萬 中有八名通緝犯 基檢察官申請羈押 法院裁定羈押二十九人 以聲音及影像進行詐騙的手段 需要特別留心 謹慎辯視 雙手上靠一個都不露 全部帶走 整個集團三十二人 統統被一家中詐欺取材罪 還有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移送 二十九人遭羈押禁見 另外一人十萬元聚寶 詐騙集團以為能用AI變臉騙錢 殊不知依舊狼狽落亡 華視新聞之外 來自張一鈞 發臉報道